不租房子住房车里这事到底靠不靠谱 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聊聊 咱们也是开着房车环游中国三年 对吧 我们就是三年基本上都是在全国各地跑着玩 然后没怎么回家住 所以说住房车长期的话其实是可行的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可能就是更具体一些 你要说靠谱嘛 其实靠谱 但是这个真的跟咱租房子不一样 你会面对很多困难 那这些困难每个人接受程度也不一样 如果我就说没事我支持你 你也别租房了 你也买个房车住吧 对吧 那这样可能人家不了解就把人家害了 毕竟这个房车它设计之初 它是一个旅行的工具 大家基本上是冬天会往暖和的地去 夏天会往凉快的地走 这样呢你可以玩得很舒适 而且天天住在上面也住得很舒适 那像现在今年的这个情况 我们冬天就选择留在了北京这个外边 对吧 北京边上 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会体验到冬天在这种寒冷一些的地方 你生活在房车上要遇到的困难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取暖问题 那针对房车取暖其实有很多种能源可以选择 有气暖电暖然后还有柴暖 但是不管哪个暖气的这个能源 其实都需要你去管的 你气暖你也要两天加一次 柴暖可能三三天四天 也得去加加一次柴油 然后这个电暖呢你必须依托于营地或者充电桩 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就是他们确实是在北京上班 然后还生活在房车上住在公司楼下的 这种也可以 但是就是总而言之大家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就是这个东西跟我们租房还是不一样 第二个问题就是用水的问题 其实我们这两天也没有天天住在房车里 主要是因为我对这个事我老婆就觉得有些没法接受了 为什么这个水啊你在冬天的时候最好房车里是空的 就是房车里是有水箱的 但是你最好不要放水 就因为很容易冻上 一旦冻上的话你再去修的话 就是那个管子裂了之后修的话会非常麻烦 因为管子都是隐藏在房车里面的 你不是说一个开关然后当下给它拧下来 然后给它从安一个就可以了 如果有水的话然后到冬天零下那个温度很低 然后就很容易冻坏了 就整个它的管道都裂了 像我们白天都没有问题 我们就穿个这个背心 在白天太阳晒晒还挺暖和挺舒服的 但是天一黑就完全是两个世界了 两个概念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 那房车里最好不要放水 对吧 如果放水呢你也要 就是用的时候赶紧用 用完了赶紧给它排空 那这个困难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克服 很多人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我也说几个我们遇到的 比如说就是去健身房去解决洗澡的问题 对吧 那或者是依托于营地的这个水 那用水的时候直接去营地那弄 但不往房车里放 还有一些营地就干脆就是这个水就直接冻住了 我们这两天这个小院的水应该还没冻住 但是我们也没用 因为这个就算你能用你也不愿意就是往房车里接 那每次开水关水也挺麻烦的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去自己上班的公司去解决洗漱的问题 但这些制如果大家能受得了 对那这个我觉得也是 像我其实我的接受能就程度还是挺高的 你说呢 就是就是这种辛苦一点没问题 但是如果还有别的选择的话我就不会选择这个 因为我就不会自找苦吃那种的 然后就是我觉得像如果是我上班的话 天天让我去单位去洗漱的话 我会觉得很不方便 而且不能就是随时想洗澡就洗澡的话 会觉得很麻烦 因为女生要你天天头发容易脏了 就要洗头发 那去健身房也一样可以随时洗 我能天天就是我早上想去洗 然后我也跑到健身房去洗吗 那这个就是选择了 对就是有很多不方便 这个可能就是接受程度不同 当然话说回来 租房也没条件好到哪去 对吧 租房你也不是天天能想洗澡就洗澡 可以啊 现在多数的那个楼房的房子里面 洗澡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随时可以洗这个 而且它毕竟有这个集体的采暖嘛 房车它是一个用来旅居的一个 提升你生活品质的东西 它可以让你有家的感觉 但是我们要认清就是我们是在北方还是南方 周围的气候怎么样 然后这个水电的补给是否方便 然后呢 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 就是我买的房车 我租个小院 然后我就天天住在里面 但我们现在这个小院也两个邻居了 经常见的那个东东他们家 装的那么好 对吧 人家这个大工程把院子弄的那么好 他们也不是天天住在里面的 他也是周一到周五该去上班上班 然后平时也还回家 然后周末过来玩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旁边这个营位 也马上要来一个新邻居了 人家也不是说这个一直要住在这儿 家就是家 房就是房 房车还是房车 而且有了孩子嘛 那不可能的 如果单身的时候可能还好一些 尤其是单身男生 我觉得将就一下 就像一起 他虽然现在不单身 但是也跟单身没啥区别 因为我也不是很限制他 他我就完全 就是你想自己住房车OK 他就愿意的 对我是愿意的 但是如果说我一个 我是单身的一个女孩的话 说真的让我住这个房车 住这个院里 我是不会的 因为我首先觉得不安全 我觉得很寂寞 最后的最后 咱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总而言之呢 就是不租房住房车 这个事靠谱吗 靠谱 但是真的不一样 房车是房车 房子是房子 如果你能做好 这样的心理准备 那你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 每个人在不同阶段 对待生活的这个看法 是不同的 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可能有的人就是享受期间 而其他人觉得 这个就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所以没有好坏和对错 可能我们今天 只是提供一个角度的参考 说了这么多 你认为这个事靠谱还是不靠谱 咱评论区见 我认为这个事靠谱还是不靠谱 请你认为这个事靠谱 还是不靠谱 如果是需要更加重了 但是所以我也想看